黑蓝 李氏 您没受伤吧 没事 没事 小心啊 别踩到最玻璃 好 没事 我自己来吧 没事 您穿人短裙不方便 实在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周末啊 行政套房定满了 所以实在是没法给您升级 您看要不然这样 明天您入住的时候啊 我送您两张餐卷 下次一定帮您升级 那明天见 刘先生 您先进去 节假日 入住的客人会比较多 大唐接待 要时刻保持警局 进门的时候 不能觅觅掉任何一位客人 行李箱寄存处 要确认好行李牌 绝对不能再发生 昨天的乌龙事件 我给你打电话 小姨 铃铛宝贝啊 那手机电话吗 我前天可提醒过你啊 提醒什么 我忘了 电话给我 怎么有妈的声音啊 你没在上海 你回去了 刘儿 你把今天生日 你给忘了吧 没有 我这正着没打电话呢 爸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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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没有啊 在吃饭 爸 生日快乐啊 你那个胃 我跟你说 你就看个医生去了吗 明天去做胃镜 楠楠陪我去 正好她也顺道做个彩抄 老毛病了啊 没事 那行 楠楠陪着你呀 我就放心了 你说你非得一个人去北京 去上海多好啊 行 去我们公司 找厕所 怎么样 我谢谢啊 我就不去你们公司 扫厕所了 我下一个季度 升职 房屋部副总监 那你们好好给爸给我升职啊 铃铛啊 给小姨飞稳一个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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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 宝豆 我给你发微信怎么不回我呀 没来得及 其实这酸辣汤真不错 我给你来晚了 有事说说 是有点事 好朋友的妹妹 刚到咱们前台来实习 你好 特别好 有空你帮我多教教她 许先生好 我叫林美玉 你好 你好 新年毕业 下班有时间吗 想请你吃个饭 没时间 我得回家遛狗 你还有时间养狗呢 嗯 那明天中午呢 明天我休息 等一下 我的贵贵客户找我呢 那我先走了 你们慢吃啊 一位一位 两个小建议 第一啊 上班的时候 少吃带葱带蒜的东西 第二呢 少喝水 走了 嗯 我去那铁圆 有未贵 天哪 不是 最近腰痠背终呢 你明天就做微镜了 能吃东西吗 能 十天以后尽时尽水 想吃什么 披萨 Dutch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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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是不是瘦了 明显吧 你在减肥啊 没 上周出差也闹我的 上周出差四天考察了两家酒店 包括酒店周边环境以及娱乐设施 回来写了两万多字报告 人都快被没了 就我们班内里进 还在朋友圈给我评论说 好羡慕呀 公费旅游呢 好羡慕呀 你想看什么 随便哦 我说你这贵妇姐姐给你 又寄了不少燕窝呀 去年寄的 许红的 过期半年了 辣椒酱也过期了 我昨天还配泡面吃了呢 这不会是我妈给你熬的固员糕吧 我想起来就吃点 咋了 我自己看看 都长毛了 你还吃呢 你上次来送这个的时候 我就放冰箱了呀 也没过多久吧 我上次来你们家那是半年前 有那么久啊 可不 咱俩也就比牛郎之女强一点吧 虽然都在北京 但是一年也就见两次 吃完饭 我再给你收个冰箱吧 你说咱那么努力赚钱 会个什么 买车呀 你不是在摇号吗 这辈子没戏 你看开点吧 你就算有了车啊 还不是要先号吗 开车去上班还行 逛街还没地方停 之前是觉得吧 北京这房我买不起 那就买个车吧 嗯 起了现在 倒好 最朴素的愿望都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就实现不了啊 是谁 过年回老家 在农村开个车都能装树上呀啊 我说你 好不讨厌啊 本来就是嘛 嗯 胃不好 少喝酒 喝点没事 真的 好吃 好喝啊 吃吧 吃吧 看见 好喝 吃吧 好喝 看见 好喝